Hello大家好,我是翼王 这次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新工作室的万兆网络配置 最近因为旧地址逐约快到期 加上刚好找到了一个价格差不多 但是面积更大,条件更好的新地方 所以我们工作室进行了一轮搬迁 终于要跟用了几年的基地说拜拜了 作为一个2022年的数码自媒体 工作室最重要的基建不用说肯定就是网络了 不管是连接存储视频资料的内网文件服务器NAS 还是查资料,下载素材,上传视频等等 都需要有良好的网络连接才能保证工作效率 之前因为装修布线等原因 网络的布置受到了比较大的限制 这次乘搬工作室就可以把整个网络好好的搞一下 在开始布网之前首先我需要定一个大方向 方便选购线材和设备 其实到了2022年 让工作室用上40Gbps的内网是可行的 闲鱼上面已经有不少淘汰的企业级设备了 只不过我计算了一下交换机网卡 QSFP加光模块的价格 还有考虑了一下NAS的实际读写速度 还有设备的兼容性等等 觉得现阶段还是没有太大的必要上40Gbps 使用10Gbps万兆内网的话 我之前的各种网络相关的设备 都能继续使用,还可以节省不少的成本 定了大方向之后就要进行布线了 可以承载万兆以太网的线材常用的主要是两种 一种是常规的,使用RJ45接口的走电信号的网线 RJ45也就是俗称的电口 优点是接口比较常见 较多的设备能够支持 甚至还可以通过网线传输电力 来带动无线接入点、摄像头等设备 缺点就是几十米的长距离想上万兆的话 对线材的要求比较高 需要六类、七类线才能做到 接头容易接触不良 高速下整体稳定性我觉得不如光线 然后万兆电口的交换机和网卡价格都比较贵 功耗也比较大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光线了 在较长的距离上都可以实现超高速度的信号传输 电脑和交换机上比较常见的 能够使用光线的接口是SFP加 也就是俗称的光口 严格来说SFP加它本身不是光信号 但是你在两端都插上SFP加光模块 中间就可以通过光线来传输网络信号了 这次装修布线主要还是光线占大多数 再配上少量的电线来满足不同类型的设备 这次每一间主要的屋子 包括摄影室都有万兆的网线可以用了 后面拍视频跑测试都会方便很多 因为是工作室,方便性优先于美观 网线在每一个屋子都是集中在比较中间的位置出来 然后留下足够的长度 可以自行拉到屋子任意一个角落 方便后面调整桌子位置什么的 然后光线其实也分很多种 这次用的是常见的LCLC接头的 在咸鱼可以买到大量便宜的LCLC接头的拆机光模块 顺带一提之所以这么叫 是因为它是两根LC线绑在了一起 一根去一根回 这次埋线的时候单模线和多模线都有 黄色的这种单模线是只能走一种信号 但是可以实现比较远的距离,几公里的那种 蓝色的这种多模线则是一次可以传输几种信号 但是距离较短 几十几百米这样 买SFP加光模块的时候要注意对应线材的种类 我们目前日常使用的话 单模线就OK了 多模线它也是预留的 方便后面突然有什么想法要折腾一下 LCLC光线其实是有对应的QSFP加模块的 以后还有升级40G网络的潜力 电线则是买了7类的 毕竟在墙上拐来拐去之后 最长的地方能够去到四五十米 还是买好一点的网线图一个安稳 毕竟是要用几年的东西 全部网线都集中连接到机房 方便统一连接到主交换机统一管理 是的,终于有一个独立的机房了 做好隔音之后 可以上各种带暴力扇的企业级设备了 网线看完,接下来是大家会更熟悉一点的部分 路由器 这次拨号上网用的主路由器 还是之前做过视频的 TBLINK XTR10890 虽然它是负责上网和IP分配的主路由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 它并没有放在机房 而是在远一点的实验室的货架上 上面插了两根线 两条都是通向机房的 一条电线用来连接电信宽带的光猫 一条SIP加光线用来连接主交换机 之所以整成这样 其实是有一点值得分享的故事的 因为设备的机柜是在一间独立的小小的屋子里面 所以原计划我其实是想在机柜里面放一个纯有线路由器的 毕竟无线路由器放在里面信号肯定就很差了嘛 再加上我原本使用的是TP-Link的翼展Mesh系统 感觉还挺好用的 机子便宜,主网简单 经过交换机也可以比较稳定的工作 所以我就看上了TP-Link带万兆端口的企业级有线路由器 想着顺便还能加强一下网络管理功能 然后我试了两款都不太好用 一款是ER2260T 虽然它说是支持翼展 但是实际上只能支持专门的翼展AP 不能和家用的翼展路由器组Mesh 不能和我原有的路由器一起工作 明明都是叫翼展 但实际上居然还是有差别的 另外一款是更高端的R6812TP 这款确实可以和普通翼展路由器组Mesh了 但是会出现各种神奇的接融问题 比如明明接了有线 它非要走无线回传 也不能在主路由器上面给子路由在线升级固件 而最严重的是动不动就连不上子路由器 甚至还会使得整一个接口无法工作 导致连在上面的交换机以及附带的一大堆设备连不上网络 感觉TP-Link的企业级设备和家用设备是两个团队分开做的 就没有特别认真的去做过兼容性测试 最终我还是换回了TP-Link整套家用的方案 然后就正常多了 路由器重启或是断线重点之后 Mesh非常快就能恢复 用了一段时间也很稳定 因为XT-R10890是一个高性能的无线路由器 放在机房里面当有线路由器使用就有一点太委屈了 所以还是放到了外面,拉了两根线回机房 因为本身埋的网线是比较好的 速度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接下来因为新工作室面积加大了还是跨楼层 之前的两个路由器就不够用了 这次就又加入了两个XT-R6690 他们比之前的XT-R10890便宜了一大半 但是它依然有一个万兆SFP加接口和一个2.5G电口 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了 毕竟现在有了高性能的万兆交换机 不像之前需要有一个万兆端口连接NAS 另外一个万兆端口用来组Mesh 回来继续看我们的网络配置 整个工作室要接入网络的设备非常多 单靠主路由器上面的几个接口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这次整来了一台企业级的万兆交换机 Redstone R0697 它还有一个名字是广达LB8 不知道是谁贴的谁的牌 从上面大大的logo也能看出来 这是从百度淘汰出来的二手设备 还挺有意思的 交换机这个东西简单来说就是 任意两个端口之间的网络都是通的 你把设备都接到它上面 设备互相之间就是联网的状态了 当然基础的交换机它也只有信号交换的功能 不像路由器的功能要复杂得多 我们这台交换机是企业级的 其实还有一些网管功能 不过这里用不上 就按照默认设置当成傻瓜交换机来用了 这台交换机有48个10Gbps万兆速率的SFP加端口 和4个40Gbps QSFP加端口 然后这些QSFP加端口还可以拆分成4个SFP加端口 应该可以满足好几年的使用需求了 不过这次我是用40Gbps端口连接NAS 这个带宽可以轻松满足多台电脑同时访问了 NAS这边也已经将之前的Intel X720DA4 换成了Connect X3 Pro了 TruNAS自带驱动 插上去配置一下IP地址就能用 当然这台交换机也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作为一台EU高度的设备 却配了双460W溶余电源和5W暴力风扇 通电直接起飞 启动完成之后会安静一些 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不适合家庭或是普通的办公室环境 只能丢在机房里面使用 同时它的10G端口也不只是千兆模块 原本我是想着一台交换机可以解决绝大部分设备的 但是考虑到万兆光转电模块的价格 还是加上了之前用的网件的16口的交换机 用来接因为麻烦而没有拆除的屋子里面原本埋的5类线 以及其他一些对网速没有要求的设备 出于散热考虑 主交换机上面的模块是间隔着差的 不过实际上就算是万兆光转电模块 在热上面使用时也完全不热 毕竟有一大堆暴力风扇通风 理线的话其实一开始要理得更好看一些 后来发现出于维护的需要 时不时要调整一下插线的位置 扎带太多太整齐了反倒会很不方便 所以就弄成了现在的样子 接下来看一看其他网络相关的设备 首先是来吐槽一下电信的光猫 广东这里电信之前已经是可以给免费提升到千兆宽带了 这次牵引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升级成了2000兆的 只需要加一点点钱 听上去很美好 但是它给我们配的光猫只有1000兆的RJ45接口 电信在主推他们的FTTR Fiber to the Room光纤到房间 这个光猫上面是有一个2.5G下行光口的 问题是这个光口是入户光纤用的那种SC接口 而且这个端口它只能连接配套的紫设备AP 其他设备直接不识别 紫设备上面也只有1000兆的电口 所以虽然是2000兆的宽带也有万兆的内网 但是现在电脑只能跑到1000兆的下载速度 我们已经和电信申请更换带2.5G电口的设备了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货 顺带一提 虽然是2000兆的宽带 上传带宽依然是只有50兆老传统了 另外猫棒我也尝试过了 但是这边的宽带只有10G一框协议 便宜的G一框猫棒没法用 只能安心等电信更换设备了 然后是跨楼层的部分 我们的新工作室在这栋楼的二楼和三楼 楼上也有不少设备要接入网络 所以楼上的网线都集中到了一个小机柜里面 再通过交换机连接到二楼的机房 因为三楼不是主要工作区 设备对网络速度的要求没有这么高 一开始我是想去买网吧淘汰的 二手带万兆端口的千兆交换机的 但是又怕噪音什么的 后来才发现H3C的S1226FX全新的只要500多块钱 它有24个千兆电口和两个万兆SFP加接口 完全可以满足需要了 还是正经品牌出的设备 实际使用起来也非常的安静 这里万兆接口用来连接机房里面的主交换机 千兆电口用来插原有的五类网线 最终整个网络的TOP图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目前已经使用了差不多有两周了 还是相当稳定的 后续等碰到问题或者是出现新的需求时 再去做调整吧 那么这次的网络布置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能给想上万兆内网的朋友一点参考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 新观众就顺便点一个订阅 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影片了 我是翼王,下次见,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